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2022,王一博的三影城爆款 终于看到他有今天 记得有个导演说他和梁朝伟的感觉很像 真是 演戏这东西有一部分是老天爷赏饭吃 王一博的言,一直是我很喜欢的 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清冷 禁欲 活泼 天真 还有那低音炮 也是优势 我不擅长夸人 就是觉得王一博眼神有戏 有灵性 还够努力 可塑性强 情感表达自然流畅 看着很舒服 即便他沉默不语 就一个人坐在安静的角落 那身上发散出来的气质 就很有故事感 一个背影 一个低垂的眼眸 包括任何情绪的表达 都会有种让人想去探索的欲望 王一博出道至今 接过都市题材和古玄幻题材的角色 但对电影界来说 还是个新人 不过 他涉足影坛的起点很高 三部电影 都是大制作 《长空之王》里饰演雷达 维和防暴队饰演杨震 吴明饰演叶密 《长空之王》被纳入首批重点文化创作项目 将获得重点关注 后期的扶持跟进也会让这部影片大放光彩 王一博能在重点扶持的影片中获得一个角色 能和资深有实力的演员合作 展示现代的空军力量 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了裤盖这称呼 不是白来的 《长空之王》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央视已经出了宣传片 王一博身着飞行制服 有着年轻人的青春 也有男人的阳刚气质 他饰演这个角色一点也不为何 再加上王一博的精神内涵也合适 有激情感拼 和雷达很适配 正所谓本人表现出来的 总比演出来的要好得多 我们眼中的王一博 是个热衷于运动的男孩 滑板玩得溜 街舞跳得棒 还喜欢冒险刺激的摩托车 用热血男儿形容他 我觉得很合适 维和防暴队 展现给我们的 正是热血与激情挥洒的易干人 王一博扮演的杨震 穿警服抗肠枪 枪林弹雨 光看预告就有不少让人震撼 热血沸腾的场面 维和防暴队 讲述的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以维和为主题 从题材来看 能够激起观众的爱国情怀 有爆款的根底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影片的制作班底 影片监制是曾经指导过 建军大业 和中国机长的刘伟强 相信 维和防暴队 将会成为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又一大片 由成二指导编剧的电影《无名》 是一部致敬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的影片 影片做宣传的时候就引起一波热议 梁朝伟的谍战剧可是殿堂级的 颜值与实力并存 从宣传海报来看 王一博和梁朝伟站在一起 高颜值组合太阳眼 剧中的角色对王一博来说是个大挑战 义正一些 这个反派角色更是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王一博的带有上海枪的原声台词 更是凸显出了他幽默风趣的气质 王一博从歌手到演员在转战影坛 剧抛脸的他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 塑造不同的角色 每一次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并且能凭借角色圈住粉丝和观众 王一博的这三部电影 能让我们见证他的成长 你们期待王一博的电影吗 我很期待